联邦红兰卡开放都保期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您做好最佳规划了吗 今天的好选有专家特别荣幸的请到了 华兴保险奇音健保规划师温宁阳来为观众朋友说明 温宁首先想请问65岁以上的联邦红兰卡持有人 在年度转换期有哪些新的注意事项 其实每一年保险公司都会有一些福利的转变 那您可以看一下最近收到的信 关于明年的保险计划是不是有保费突然的上涨 或者是有福利的转变您不是很满意 那需要在最后这段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来转换了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您可以看看您的处方药保险 那像有一些客人啊 他们最近有收到处方药保险的保险公司 寄给他们新的这样一个福利计划 又告诉他们保费突然上涨 又或者说您突然去看医生 医生有开了新的药 您目前的保险不cover 那也需要赶紧在这段时间来抓紧转换了 那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像有一些长者朋友们 他们今年想要从The Vantage HMO计划 转去Supplement计划 那因为需要保险公司的健康审核 所以需要的时间比较久一点 那么也需要赶紧抓紧在这段时间联系我们来做一个转换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像我们最近有接到一些长者朋友的来电啊 就是说他们之前呢是跟一些Independent Agent去买的这样一个保险 那么这段期间呢他们也找不到他们之前买保险的那些经济了 那么如果您有问题然后找不到您的经济都可以赶紧联系我们花新保险 那我们听说呢HMO Advantage计划呢 明年度会有更多更好的福利出炉这是真的吗 2022年呢保险公司都有推出很多新的Advantage的一个计划 那不仅是可以实现零保费哦 那明年呢更是有125partb的退款 是的125您没有听错 不仅是零保费还有额外的退款 那除此之外呢享有零保费和退款的同时还有其他的福利 例如说像配眼镜听力检查牙齿健保还有健身房这些服务 那包括有一些保险公司还有针灸啊 推拿这一些福利都是有涵盖在里面的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您要是选择Advantage HMO计划 处方药保险也是已经涵盖在里面 您也无需单独购买 如果呢不选择HMO Advantage计划的话 还有哪些其他选项呢 那其实Supplement计划呢也是很多长者朋友们 可以选择来补足红蓝卡 不足的20%的这样一个保险计划种类 那Supplement计划它的优点呢 主要是在于它比较看医生比较自由 没有医疗网限制这样的一个束缚 那只要跟Medicare有合约的医生和医院 选择Supplement的长者朋友们都可以自己去看 那无需通过家庭医生或者是医疗网的转整这样子 那同时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Supplement计划呢跟HMO Advantage不一样 它不是零保费 它需要每个月按月支付给保险公司额外的保费 那除此之外呢 您还需要再单独买一个part D的处方药保险 因为Supplement是不含处方药保险的 所以如果长者朋友们要是选择Supplement计划 一定还要记得买一个处方药的保险 那如果说长者朋友们还是不知道要如何去选择的话 您可以拨打我们花心保险的热线 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来为您做一个量身定做的保险计划 那么有一些年长的朋友呢 他们表示呢 其实只要把联邦政府提供的红兰卡申请呢 做好这样就好了 并不会有罚款 但这到底是真的吗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联邦传统医疗红兰卡呢 PA-A志愿保险以及PA-B门诊保险 只cover您医疗费用的80% 您在有了传统联邦红兰卡保险后 记得还一定要购买一个处方药保险 因为处方药保险也是政府规定一定要按时购买的 如果您要是没有按时购买处方药保险 那这个罚款也会是终身性的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您想要补足政府那不足的20% 您可以购买一个Parsi Medicare Advantage计划 那这样不仅可以补足红兰卡 不足的那20% 同时还有额外的福利哦 所以讲到这里呢 那不仅是要申请政府传统联邦医疗红兰卡 同时呢 记得还一定要购买一个处方药保险 否则有终身的罚款产生 那除此之外 您还需要再买一个额外的补足保险 去补足政府那不足的20% 好的 谢谢温宁 观众朋友 温宁呢 今天特别在HMO Advantage计划上呢 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么其中呢 有一个要注意事项 就是呢 如果你是申请联邦政府的红兰卡之外呢 其实呢 还有Parsi的补足计划 这个呢 也要一起申请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好选有专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